海铃啊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哩哩 王爷们好 亲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现在小松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印尼最大的鸟市 也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鸟市了 现在是大碗时分了 可能有的摊人家准备收了 不过咱们没关系 咱们过去看一看 OK let's go 小松也是好久没来了啊 你看这是外边 这是鸟笼 是吗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里边都挂着鸟啊 这里边都是鸟笼 看看鸟的挂件都是啥 哎呦 现在的鸟笼都便宜了 这么便宜了 现在都20块钱一个鸟笼了 现在都哎呦这个才35块钱啊 哎呀跟便宜啊 哇小孩你看拿着这个枪 这个鸟笼呢可以微啊可以折叠 所以如果鸟笼可以大呢 它就不会占领这个高度啊 你这样你看 这是四席 长尾四席的鸟笼都是这种一般 你看那个鸟笼的这个图案就能知道印尼喜欢养什么鸟 你看这就是四席 这也是另外一种鸟 小松也以前养过啊 这个白的这个 你看下下面这个桂的下部分下面是白色的 嗯也有羊你看小的 这是小型鸟类啊 一个是cheep leg 还有这个羊 嗯还有小灰鹊 还有这个绿绿炎 这就是太阳鸟 当然最最常用最常养的你看就是长尾四席 你看这是那个叫红蟲类的旺羊 有花绵也有啊花绵也有啊 这种鸟叫声特别大 这个这种鸟得必须得有政府的允许才可以养 这种声音叫声特别大 黑色喜 绿叶鸟 这也是另外一种 还有这种鸠鸟也有 玉鸟 OK 怎么到底啊 一波 一波 走 看看里边看看 你看里边 里边全是啊 好 你看这鸟多漂亮 对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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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真漂亮 你看他卖的时候都把一个一个鸟龙 你看都很整齐啊 那里边就放好了 一定要洗 要不涼快 一遍不要在用 有綠藥鳥 都是最喜歡的綠藥鳥 不要洗 比賽 有埋藥 背後的 贼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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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八、八 哇 香蕉啊 真多呀 你看他的胃鸟 你要餵这么多香蕉 拿这么多啊 满倒 哇 去到中国 你看真多啊 我的天啊 你要买吗 在台湾 我现在才知道 现在印尼这种鸟 很多鸟现在都开始要进口了 因为有的品种啊 就是稀有的 它卖的价钱比较贵 所以真的是啊 你看 整个这个墙全是 哎呦 不在乎 出马拉 老高的印度尼西亚 不敢不敢邦王英 不敢 老高的印度尼西亚 邦王英 印度尼西亚 出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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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 画像 你看这边全是这种烈鸟 这种烈鸟就是如果熊鸟 那就是下边是黑色的 这个叫声非常好听 而且他好痒 你就是吃香蕉就可以了 这边是 雎鸟 雎鸟它就是 这个绘的下边它是黄色的 黄的白的 这种鸟 大家就特别喜欢养的这种 几种鸟价钱不会掉 但是小松就不在这说这个价钱了 因为咱们国内这个 有这个政策 所以大家就看一看鸟市 看一看这边养什么鸟 印尼养什么鸟就行了 所以如果网友们要问这个价钱 小松一般也是 我不会在这个视频中介绍它的价格 它是从泰国 泰国因为养鸟的人少 因为是宗教的原因 泰国现象佛教 蛮大方 你看这边人 在这边这个 很热情啊 很热情 很美 很美 谢谢啊 我都不吃点 我都不吃点 照顾 我看我看这个 我看这个没 song 哈利明 验 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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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点绣炎啊 很多啊 很多绣炎你看 你别塞呀 这鸡别塞啊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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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另外一种 黑头 这边还有 这就说那个白狐的那个这边也是很喜欢养的 听到声音叫声好看 这是白头 白东还叫什么 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多么鸟 这是又太阳鸟啊 多漂亮 看看这大鸟笼 你看印尼的这个鸟笼啊 刷漆刷得特别重 你看 这种鸟笼非常漂亮 做得很精致啊 它那个打磨的非常的细致啊 对吧 这个形态你看看 你看这细算多好 现在也是啊 对吧 这种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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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因为里边潮湿啊 因为里边潮湿啊 这个知道吧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百灵鸟的这个 海的这个石头啊 一般就把这个鸟笼这边 粘好以后 把石头粘在上面 你看 现在的那些鸟笼 在里面 你看这边在打磨 打磨非常细致啊 他说 拉比方个点 谢谢啊 哇 这边附近楼 你看 这都要收了啊 这 晚上了 忙了一天了 你看 这两楼都往里边收 这边鸟都更多 小猫 是吧 看这小猫 小猫在这 100个钱 那这种鸟就100个钱 虽然它开始轮较高的 现在是轮较高的 轮较高的 现在更多的 现在轮较高的 轮较高的 我们也想rock那个 这是西红瓦 西红瓦 好了那今天呢小松就逛逛这个鸟市啊 下回咱们再继续逛逛鸟龙店啊 这个鸟龙店也有一些啊 旁边还有专门的一个卖鸟龙的街啊 就是在这个旁边那块 挺好的啊 有时间逛逛这个鸟市呢 就会忘掉所有的烦恼 因为小松在雅加达啊 这个印尼最大的鸟市啊 有可能世界上最大的鸟市啊 欢迎大家收看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欢迎大家 gatherings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的 poured一etas 我们下期视频 cassänd礁 最兹你的给警察 不是 怎么办 这个